高雄市有一家臭豆腐攤 为了招揽客人 原价一盘是四十块钱的臭豆腐 下杀了五折只要二十块钱 这个老板还限定了 顾客一个人只可以买两份 由于生意实在太好了 明明下午的时候才开始摆摊子 不到晚上九点钟 臭豆腐就卖光光了 把新鲜臭豆腐放在热油锅里炸 直到表皮被炸得金黄酥脆才捞起 小小摊位前总是挤满客人 原来这家臭豆腐摊才刚开幕 原价四十元的臭豆腐 半价就买得到 连路过的骑士 安全帽都来不及脱掉 就急急忙忙下来排队 就怕抢不到 买过吗 没有 为什么会抢到骑士 路过看到 是有什么吸引你的地方吗 就二十块 因为要客票 对 一份臭豆腐只要二十元 价格便宜一半 分量缺不减 臭豆腐的调味料 由客人DIY 辣椒 蒜头 葱和九层塔 要吃多少就尽管夹 这里有蒜泥 不用吗 就是可能因为刚做 要先做特价 打着超便宜的价格 来长信的客人 果然源源不绝 就按业者规定 一个人只能买两份 又到下午才摆摊 不过不到晚上九点 臭豆腐就销售已空了 终于喜欢华明许穷文 高雄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